2020两会上 人大代表吴向东建议 在无法定假日的月份中 调剂周末双休日 每月凑成一天小长假 那么七日为一周的日历计法 是如何来的呢 古巴比伦人根据观察天效 确定七日是月亮盈亏的周期 而周末一词 最早出现在1879年的英国杂志上 如果有人干了一周的活 在周六下午离开家 整个周六晚上 到周日全天都和朋友外出游玩 那么他是在度周末 19世纪 一些英国人把周日当作欢乐休闲日 而不是圣经规定的安息日 很多工人到了周一也不愿意工作 后来工厂主为了保证周一开工的出勤率 允许工人们周六有半天休假 1908年 新英格兰的一家墨房 成为美国第一家正式一周工作五天的工厂 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少数犹太教工人 犹太人遵循周六礼拜 因而周日做工 但这却与大多数坚守周日为安息日的基督徒工人不同 于是墨房主允许给这些犹太工人两天休息日 其他工厂纷纷效仿 大萧条时期 出于经济需求 两天休息日进一步固定下来 缩短工时成为普就就业不足的良方 回到中国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收修一直是工人阶级的渴望 1986年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 他们发布问卷 每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工资 增加一天休息 你怎么选 居然有80%以上的人选了休息 在多方争取下 中国从1994年3月1日起 实行隔一周五天工作制 即一周工作六天 一周工作五天 真正的双休日则开始于1995年3月25日 自当年5月1日起 全国实行五天工作制 职工每日工作八小时 每周工作40小时 5月6日 上班族迎来了第一个双休日 幸福来得太突然 许多人没缓过神来 5月7日 青岛日报报道 昨天是第一个双休日 全市有几十个单位的工作人员 忘了今天我休息 照常一大早赶到单位 新京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暴客户端